大家好我是小編那今天這個改版的5月號改版之前小編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話呢 在上個月吧我們就有介紹過韓版的一個自動副本的這個功能那這個功能呢他也 這次應該說也換到台版也有推出了讓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設定方式好就是 你從特殊副本這邊打開之後切換到特殊副本然後原本的話你要在這個上面設定1234 現在也是一樣你要先設定1234那我們就先設定幾個 這樣子我們就設定兩個就好了因為小編比較常去這兩個然後再來要注意的是喔這邊他左下角這邊有個選項 好那這個選項打開之後你要四個都勾起來喔記得要四個都勾起來如果你要用保存這些功能的話 自動保管自動販售自動購買然後自動買這個雜貨商就是自動買東西 然後最下面這個死亡時保持自動進行 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死掉之後他還會自動回去但是 當達到你的最大的免費死亡次數譬如說70級是最大 他免費可以復活兩次嘛那他你死兩次的時候他就會停止 這個進入任務然後我這邊要講一下就是剛才那些 勾選的設定啊就是你比如說如果你要自動存倉的話你要在 點倉庫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自動保管設定左下角這邊 你要進來把你要存倉的東西勾起來 這樣才可以 那如果你要買卷軸的話也是一樣喔 按卷軸上面然後這邊選 自動設定然後他 就會 去讓你設定拉這個看你要買幾張好這樣子有 選完就可以了 那自動賣東西也是一樣自動賣東西的在這邊 好這邊也是一樣然後你自己去把你想要賣的東西把它勾起來 比如說我刀刃都要自動賣掉 好這樣子這樣他就會自己去把它賣掉 好如果你有撿到白裝的話刻印白裝的話他也會幫你賣掉 看你自己的需求 然後所有的這個設定都搞定之後啊 基本上你就可以按 開始進行 你看他這邊就會提醒你喔 在自動 自動購買的道具中有持有數為0的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卷軸啦 好 那他這個等於是一個出發前的準備他會先跟你講 因為他會先檢查然後如果你有0的他就會 告訴你 這時候你就不能自動 你必須要先把第一次的買齊 好就算你買一張也可以啦 反正他用完之後 待會他進去副本之後出來 他應該說進去副本之後 他如果用光的話他也會自己再出來買 好那我們現在搞定了 好那我們現在傳送進來夢幻之島 那這個地方的話 以前 大家的 傳送進來的地方大概都火區 那現在的話他地點是隨機的 好他現在已經跑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應該是 是無處境區嗎 這個是風區吧 好然後你看他下面這個按鈕這個原本是 AUTO 他變成是 藍色了 但是他這邊應該還要有一個自動戰鬥的那個字樣 可是沒顯示出來 然後你再看喔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我可以瞬移 好我會繼續去瞬移 他這個AUTO是不會停止的 他整個流程是不會停止的 好 有看到明顯喔 然後這時候你也可以去開道具 去看你想要看的東西 甚至你要開商城也是可以 好你要去開商城也是可以 對這個都不會中止喔以前的話 在改版之前你隨便按一下 他就中止了 好這個 設定是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這邊道具欄的什麼東西啊 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去放技能啊也是可以 所有進去 之後他就會開始進 記錄那個 報導 就是 記錄報告 他 去了哪些地方然後花了多少錢 然後存倉 好甚至補給買了多少東西花了多少錢 他都會寫在這邊 花了錢的數量都寫在這邊 增減都寫在這邊 好他如果自動賣東西的話 他會寫這個金幣是加多少多少多少這樣子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那應該是沒有在多的東西沒介紹 好那 這段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更詳細的資訊 記得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還有旁邊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通知 那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我